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网友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7.51年收入 鲍姆八配要加盟黄马穿10号球衣 不装了 内玛尔突爆争议行为 恐遭新月解约 海陆赛前瞻 国语男双有望夺4强3席位 中国不申半 FIFA 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举行 梅西中国行取消或官宣 网传小罗11月7日赴北京 请大家收看 7.51年收入 鲍姆八配要加盟黄马穿10号球衣 网友 2023年金球奖颁奖典礼结束 梅西获得第8次金球奖 姆八配排名第三 明年起金球奖竞争将激烈 姆八配有可能转会黄马 并穿上10号球衣 黄马希望在2024年签下姆八配 他可能取代莫德里奇 成为球队头号球星 巴黎计划提高姆八配的薪水和奖金 但姆八配有可能拒绝续约 如果姆八配不续约 巴黎将失去他并无法获得转会费 而黄马则将成为最大受益者 不装了 内马尔突爆争议行为 恐遭新月解约 网友 巴西巨星内马尔在西带商议后 举办派对 引起了争议 内马尔在巴西队比赛中 重伤报销赛季后 他在家乡再次举办了一个疯狂的派对 还和一位金发女郎亲密互动 这个行为让球迷们感到无语 因为他刚刚才赛季报销 内马尔似乎非常开心 完全没有遵守医生的建议 好好休养 这也让他所在的俱乐部非常愤怒 甚至考虑解约 内马尔的不自律行为导致了他的职业生涯急转直下 也是为什么姆巴佩要赶走他的原因之一 指望一个伤病频频 不自律的球星带队拿欧冠是不可能的 海陆赛前瞻 国语男双有望夺四强三席位 网友 北京时间11月2日 中国羽毛球男双选手在2023年海陆羽毛球公开赛中表现出色 有望锁定四个席位进入八强 上半区的何继婷 任祥宇和李洋 王麒麟有望争夺决赛席位 下半区则是刘宇晨 欧轩毅和陈伯扬留意竞争 这一情况是实力的正常反应 国语男双有望迎来反弹 刘宇晨 欧轩毅和何继婷 任祥宇都有望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为中国队争取更多积分和奥运资格 中国不申办 FIFA 2034年世界杯将在沙特举行 网友 根据FIFA官方确认的消息 沙特是唯一申办2034年世界杯的国家 因为澳大利亚在10月31日的截止日期之前宣布放弃申办 沙特族协在10月9日宣布申办2034年世界杯 并得到了亚族联和多个FIFA成员的支持 根据世界杯轮流举办的规则 沙特举办2034年世界杯后 亚洲国家下一次举办世界杯的机会将在2050年 国际族联主席英凡蒂诺表示 这将使足球真正实现全球化 梅西中国型取消或官宣 网传小罗11月7日赴北京 网友 总的来说 迈阿密国际俱乐部原定的中国型取消了 原因是不可预见的状况 俱乐部表示 他们仍然希望通过比赛来扩大全球影响力 并将继续与推广商探索合作机会 与此同时 巴西足球巨星罗纳尔迪尼奥的中国型计划正在进行中 紧盯解放者杯决赛二选一 东窗要哪个 网友 利物浦将密切关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 因为他们对弗鲁米嫩赛的安德烈特琳达得感兴趣 然而 弗鲁米嫩赛主席表示 他们不愿意在东窗之前放走这位球员 利物浦的CEO已经与弗鲁米嫩赛主席联系 但他们可能要等到1月份才能实现这笔交易 此外 伯卡青年的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也是利物浦关注的对象之一 这名阿根廷球员被认为是一名5号中场 利物浦希望在转会市场上引进一名南美球员 但他们通常比较谨慎 并希望球员在转会到安菲尔德之前已经有一定的成熟经验 此外 利物浦的竞争对手阿森纳和AC米兰 也对安德烈特琳达得和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感兴趣 然而 利物浦在签下这两名球员方面似乎更有优势 因为安德烈已经为弗鲁米嫩赛出场了160次 并有国家队经历 而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尚未成为正式的国际球员 利物浦希望他们的主要影员已经踢过150-200场成年队比赛 他们更倾向于签下相对条件下的半成品 总的来说 利物浦将密切关注南美解放者杯决赛 并希望能够签下弗鲁米嫩赛的安德烈·特琳达得和伯卡青年的埃泽奎尔·菲尔南德斯 不过 他们在转会市场上通常比较谨慎 并希望球员在转会到安菲尔德之前已经有一定的成熟经验 此外 他们还需要与其他竞争对手争夺这两名球员 库里21分7失误 小萨23加11勇士逆转国王 网友 北京时间11月2日 勇士在主场以102比101逆转国王 勇士队在比赛一开始就建立了领先优势 但国王在第一节结束时反超比分 勇士在上半场结束时以1分的优势领先 下半场 国王队再次反超比分 但勇士在第四节反击 最终由汤普森的准绝杀帮助勇士获胜 勇士队的库里得到了21分 国王队的小萨伯尼斯得到了23分 这场比赛展现了两队的攻防实力 并且在最后时刻产生了悬念 勇士队 勇士队准借着汤普森的出色表现 成功逆转了比赛并取得了胜利 詹姆斯强势翻盘 伦纳得38分 快船加10不敌胡仁 网友 北京时间11月2日 洛杉矶胡仁在NBA常规赛中迎战洛杉矶快船 最终以130-125的加10赛逆转战胜对手 这场比赛也终结了胡仁队快船的连续11场实力 胡仁的勒布朗詹姆斯发挥出色 全场得到35分11篮板7助攻2盖帽1抢断 带领球队强势反弹 此外 龙威得到27分10篮板3助攻2抢断4盖帽 雷迪什得到8分4篮板4助攻3抢断 快船方面 小卡得到38分6篮板5助攻2抢断 乔治得到35分6篮板2抢断 比赛开始时 胡仁遭遇了一些困难 普林斯因膝盖问题退赛 而巴村磊 文森特也因伤无法出战 开场后 快船迅速取得领先 小卡表现出色 一度帮助球队领先19分 然而 胡仁在第三节展开反击 詹姆斯和农梅发挥出色 最终将比分反超 最后一节 乔治的出色发挥 帮助快船将比赛拖入加时赛 但他在加时赛中被罚出场 胡仁抓住机会 最终逆转战胜对手 这场胜利不仅使胡仁终结了对快船的连续失利 也展示出他们的团队实力 詹姆斯的出色表现再次证明了他的价值 并帮助胡仁取得重要的胜利 这场比赛也展示了快船的侵略性 小卡和乔治的出色表现使比赛悬念不断 尽管最终失利 但快船也展现出了他们的实力和竞争力 胡仁耻辱终结 不止靠老瞻 快船完集 急需哈登一致 网友 在胡仁和快船的落成得比中 胡仁以109比105险胜快船 结束了之前11连败的尴尬记录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些难题要解决 快船队因为哈登交易刚刚完成 封线上有几名球员离队 哈登还无法出场 因此在阵容上遇到了困难 而且这场比赛是快船的背靠背比赛 体能方面也面临挑战 胡仁则面临着詹姆斯的放拳计划进展不顺利 球队阵容潜力的挖掘停滞不前的问题 另外 胡仁在这场比赛之前还面临文森特 巴村雷和普林斯等三名配角的伤病问题 比赛开始时 詹姆斯进入了一种滑水的节奏 而快船的核心小卡则状态出奇的好 一度在第一节取得18分 胡仁在防守上没有做出有效的调整 而小卡的手感被胡仁的松散防守 和詹姆斯的养生打法所利用 然而 胡仁的教练哈姆表示 他要深挖球队的阵容潜能 让其他球员找到更舒适的进攻节奏 胡仁的角色球员们表现出色 水拉稳定地给予詹姆斯火力支援 伍德通过篮板球 帮助分担詹姆斯的压力 雷迪什则在能量上提供了支持 胡仁一度落后19分 但在詹姆斯的带领下 他们在第三节打出了39-24的高潮 反超比分 快船则在进攻组织上遇到了问题 失去了比赛的节奏 最终未能反扑成功 这场比赛让快船认识到了 他们目前最大的短板 而哈登的加入 可能能够弥补这个缺陷 梅西金球奖获黄马帮点赞 C罗不乐意了 网友 梅西拿到第八座金球奖 让球迷们开心 但C罗却不满意 并点赞了一篇称 梅西偷走了三个金球奖的报道 C罗的行为引起了球迷们的不满 然而 黄马帮的球员 却纷纷给梅西点赞 表达了对他的赞美和承认 这一行为让球迷们 觉得他们不给C罗面子 选择支持梅西 这也暗示了 黄马对内核心关系不好的问题 因此 对于C罗和龙塞罗声称 梅西偷走了三个金球奖的言论 大多数球员和球迷并不支持 福元爱35岁生日近况堪忧 离婚争子 形象下滑到谷底 网友 福元爱的35岁生日过得并不好 他的副教授职位岌岌可危 整个生活和事业都下滑到了人生最低谷 他也持续带着儿子玩失踪 前夫江洪杰要带儿子回台北 福元爱的形象和气色都不如以前好 经历了离婚 出轨 被质疑等一系列负面事件 他的影响力已经完全消失 福元爱和江洪杰之间的争夺孩子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但据台媒报道 他们的关系还会持续恶化 希望他们之间的战争不要影响到两个孩子 让他们不要成为筹码 不去了 梅西11月中国行宣布取消 网友 阿根廷球星梅西原定于11月的中国行宣布取消 根据迈阿密国际官方网站的消息 由于中国方面出现意外情况 本次中国巡回赛取消 具体取消原因尚未公布 卖家Supercup超大杯 中国主办方在官方微博上证实了上述消息 并表示深表歉意 此前 麦阿密国际宣布 球队将在11月开始中国执行 与当地球队进行热身赛 这将是梅西一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 球队计划与中国超级联赛球队青岛海牛和成都龙城进行两场热身赛 霍启山被曝追求张宇飞 霍家要将奥运冠军私有化 网友 张子怡和汪峰离婚后 张子怡婚前的绯闻 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 其中 霍启山被传与中国蝶泳皇后张宇飞有绯闻 霍启山是霍英东家族第三代子孙 钻石王老五 她曾与张子怡有过绯闻 如今她的口味似乎转向了体育界 张宇飞是一位国家级运动员 她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获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 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 在杭州亚运会期间 霍启山现身为张宇飞加油 定在她获奖时上前献花 两人之间的互动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甚至有传言称教练也知道这件事 但态度是反对的 对于这对绯闻 网友的反应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霍启山花心 不应该找张宇飞 也有人认为他们很般配 张宇飞和郭晶晶有类似的人生轨迹 他的童年很不幸 但他的运动成绩出众 被认为是国宝级运动员 虽然财富和地位上与霍启山不在一个级别 但他们的绯闻仍然引起了关注 冰球选手割喉对手脸书遭网民洗板杀人犯 网友 英国冰上驱棍球赛事发生了一起死亡意外 球员亚当被对手迈特意外用刀鞋踢中脖子 送医后不治 事故发生后 麦特遭到大量不理智的酸民攻击 指责他是杀人犯 但也有理智的粉丝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他不应该受到指责 目前 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冰球选手遭冰刀割警死亡8000球迷目睹心碎 网友 英国一场冰球比赛发生了一起悲剧性意外 诺丁汉黑豹队的球员亚当 约翰逊在比赛中与对手发生碰撞 导致颈部被冰刀划伤并大量出血 比赛被迫中断 8000名球迷目睹了这一场景 许多人含泪离开球场 约翰逊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约翰逊曾是美国前国家区棍球联盟球员 目前效力于英国诺丁汉黑豹队 球迷们表示 这场噩梦般的经历将永远难以忘怀 球队和对手队伍都发表了哀悼声明 许多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约翰逊的深切哀悼 并表示他们无法忘记这可怕的画面 这起悲剧给许多人带来了创伤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